那這樣子的功能你就可以去做出這個AVERT的使用 好,那我接著來看一下網站 這個燈這一排可以關嗎? 好像後面有人看不太 因為我這樣看就有一點 謝謝 這樣可以吼? 好,然後就是這個Gallery這邊就是你們剛才的那個E啦 這裡有很多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先玩 就是說你到這裡看什麼 人家怎麼跳 然後他本來的這張圖 我們譬如說這個是一個紙盒機器人 他本來這張圖你就看起來就是一個紙箱 一個紙箱 然後你如果辨識成功 他就紙箱組成一個機器人 他的那三張照片是怎麼設計的 我覺得從他們的商業作品上面去得到一些idea 然後再去做我們的使用 如果以這一家APP你想要自己來做的話 可以嗎? 可是我也都是用A3的 就紅機那一台看到很親切 我們班有15台 就Acer A3 那應該是目前我們買得到最大的嘛 10寸 可以囉 我切囉 應該不成功吧 對 因為那台鏡頭不設 他不能對焦 上次有被反映過 好那現在我們回來上面一下 就是說你這裡可以做建立 A3 A3 CREATE 對對對 老師你如果現在不會太手忙腳亂的話 你就開你的平板載具的瀏覽器 你還是可以用載具去做APP 這樣老師可以知道是什麼 就是說你如果 你現在平板不是可以上網嗎 大一點的平板比較好 你就開這個網站的瀏覽器 你也可以直接在平板上做你的AR 就以這個UVERT來說 好那我就做一次給老師看 那這個剛才說的 你要去打一個名字 樹林是SUIN嗎 我亂寫 樹林 然後IP借項 我先亂猜 那這邊就是打入你自己的email 因為我已經建立過了 所以我現在用我自己的帳號的方式 切換一次給大家看 因為有帳號的好處就是說你做了好多的東西就會留在上面 那這是我上個禮拜去南投那個阿亮校長 就投社國小的那邊做 然後這邊我們要跟老師做一下 我這次就不時做上傳了 那就是一張照片就是剛才的底圖 然後我用了一個軟體叫做ARTVUVER 比較方便的 那天我們就一起實作 然後我就是發了三張PMG 那這個PMG其實是一開始疊在這張照片的圖層 可以嗎 我就把它另存圖層 另存圖層的方式 然後就把這三張 剛才說的四張一起上傳 那最後呢 是這個網站很重要的觀念 這個網站會幫你製作QR Code 當然喔 因為那個QR Code怎麼來很重要 這個網站幫你生成一個QR Code 所以你最後的作品會是像這樣 就是你把這張照片拿來當你的辨識物 然後你把這個QR Code下載 去跟這張照片擺在一起 記得你的大小跟你的使用的位置去看他們的比例 那我就可以提醒大家不要宣兵奪主 就至少不要把這個QR Code放在很奇怪的地方 你可以另外擺 那也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文字說明 它比較可惜一點點 就是如果以這個APP來講 它雖然可以自己做了 不過它就是只能放三張 疊三張照片的方式 疊三張照片的方式 所以這個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好 那我接下來要來裝 那個逸林老師的電腦 好 那我想跟老師們分享一下 就是我今天會用到的軟體 那像剛才的那個PMG 我後來找到一個 以前我都是用Photoshop 或者Photo Impact 不過學校或者是學生家裡 如果還需要付費 那就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我就找到這個叫做Artweaver ART 然後Dreamweaver的後半段 就是Artweaver 那我們先安裝一次 那好處就是它是有中文版 然後免費 那我待會就是 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老師了解一下 老師你怎麼製作PMG檔案 可以知道的老師可以舉什麼一下嗎 你們都沒人舉 那我問下一個問題你們都要舉嗎 好 這是安裝完成 那我來打開一下 這電腦裡有照片可以用好 我找物為熊華 我找物為熊華 那就是我們先露的一張照片進來 然後就在右下方 就是它的工具列的地方 我們新增一個塗層 有沒有一個塗層衣 這裡有一個塗層衣 然後我在塗層衣工作 然後拿來畫畫 我就亂畫就好 這樣可以嗎 我有畫畫喔 那接著的重點比較重要 就是說 你把這個五尾熊的塗層關掉 把這個五尾熊的塗層關掉 它就會變成這樣 這是 這個是 就是不看到的意思 那你平常看得到的樣子是這樣 所以你還會有第二層 假設你再去做別的顏色的利用 因為我這個軟體也還不是很熟 你看 粉彩喔 那我們來選顏色 這是什麼色 還是一樣 這樣 第二層 那現在就是 沒有衛熊的樣子 就是有兩層 那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檔案儲存起來 所以我應該是先把第二層也關掉 然後把這張檔案就存成什麼 另存為 下面這邊就選成png png 這樣 然後就coala1 就你下次第一層 第一個是基本圖案嘛 然後第二個你就把它 儲存起來 這是png的檔案 那接著我把這個第一層關掉 把第二層打開 那把這張存成第二張的png 這樣可以嗎 那時候你到onvert去就是 五味熊先上去 然後再上兩張 如果以我之前的例子 就是兩張png 然後這個黑色的線條 跟紅色的線條 它會有一點點間隔出現 就它不是一下子全部出來 它是先五味熊 然後黑的裝 紅的裝 這樣子 就有一點點時間差的間隔 那就是這個onvert 然後這個軟體叫做artweaver 就如果說老師 您有需要試試看的話 那當然你已經有習慣的 繪圖軟體 這些應該都沒問題 png應該也可以 就是這個工具 好 可是它的檔名有接受中文嗎 你說哪個檔名 你說onvert那個 對 可以可以可以 如果真的不行就換一下 標題沒問題 就是那個網站的標題這邊是沒問題 那它在刷的時候 有沒有特定說 圖要先刷還是 沒有一定是Qrcode先刷 一定是Qrcode先刷 對對對 所以像剛才老師你們看那個 對 犀牛的過程 它是先Qrcode的先出來 那下載它的圖檔之後 你會出現一個小犀牛在下方 對 然後再去看犀牛 如果是拍你自己的作品 就會出現一個小圖案 然後上方有個標題列 就是會跳出你的那個 所以現在如果說大家現在拍 我的這個Qrcode 再來拍這個紅色國小 就會出現剛才那個寫藍天 那兩個字的那個 那那個怎麼進去 然後把犀牛那個重新 讓他一定給我們看 你是說 剛剛我們現在那三張 那就是 你是說製作嗎 還是 所以是烏尾熊嗎 不是犀牛 好 那老師我現在做一個新的 不好意思 我先亂貼 這是基本資料 這是基本資料 就是你的這個AR是叫什麼名字 然後你的網址的超連結 然後我們就按建立 好然後 這邊他再有一些說明 然後我現在開始上傳圖片 下一步 就是 這是基本資料 然後右邊那個就是 動畫跟圖層 我們按下一步 然後就開始選擇照片 Target就是你的目標物 所以是我的 欸我剛剛是不是沒有傳第二張 是我先傳一張就好了 範例照片 這一張是第一張 然後就上傳 然後 我們上次測試的效果 就是這個上傳完 我們的習慣裡面 是不是照片就應該出現在這裡 他有時候不會 但是你看到這個照片 打明不見得代表他傳上去 欸這次又可以了 所以魏熊上去了 這是第一個 那我的圖層 就是你的Layer 我們再來上傳第二張 我們就應該說現在才上傳第一圖層 就剛才那個畫黑臉妝的 那我也先上傳 我們就用這兩張就好 好不好 所以就是 這次魏熊是底圖 辨識圖 然後這個是畫畫圖 那我覺得擴增實鏡跟QR Code的概念很像 就是說 當你需要印出來的時候 或者我不用告訴你 我也可以跟你說 你就去Windows裡面那個魏熊的照片拿出來 這大家都可以用 就是 他可以方便的傳播 好 那以現在來講 就這一張也上去了 那我就再按下一個 我回到前一個才對 回到前一個 後面的Video跟Finding Models 我目前還沒有測試過 就是說 我一開始用Unvote的時候 他只能傳照片 那上個禮拜才看到說 影片跟動畫看起來也可以 好 那我等過年的時候 我再測試一下 然後再跟大家報告 那我們現在就回到前面囉 好現在就有了 所以現在應該就是你要去拍 先拍他 就是 我現在兩個載具都沒辦法這樣操作 就是你要先拍他 然後再跳出去 看會頭的照片這樣 那怎麼可以做完之後 要怎麼跟人家可以講說 我這個主題在這 我要傳什麼東西給人家 做完了就是你要把這一組 把這一組給別人 或者把這一組印出來給人家 就很像我現在做 我的檔的方式給你一樣 那之前有一種 早上老師你們 我這邊還沒有發 所以我們下一個APP 用大的例子 那這也是我看到他們在 PAD上面的演講 他們的做法就是 譬如說 昨天我在台南歷史散步 就是一張折頁地圖 然後把那個QR Code印在後面 就印在那個黑白的單面的後面 那就是說你要告訴人家說 第一個最重要的是你的載具要裝 UNVERT APP 不要忘記喔 如果你是要玩這個的人 你是不是要先裝這個APP 那接著呢 你就是給人家一組這樣子的 QR Code的加照片 那我們剛剛說可以做的有三種 那這一種我是覺得比較搞剛 就是說 你做一張圖 就得一個QR Code 可以嗎 用的人也很辛苦啊 你給他18張 他就是每張都要先QR Code 再回來 如果你中間漏掉了程序 你就會忘記了 那我們後面做的兩種 他都有一個好處叫做頻道 channel的概念 就是說 我只要掃一次 我訂了你的 我訂了張元甄的頻道 以後張元甄在這裡所有的 所有AR 全部都直接看 就連QR Code都不用再重新掃 只要訂閱一次就好 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去思考你的工作的效能 UNVERT就是說 有他的特殊性 就是我剛剛講的 JPG PNG的概念 然後QR Code的產出的結合 所以這樣就結束了嗎 還要再下一個還是什麼 沒有 這樣就結束 但是後面的我還沒研究 因為我上次 在部落格上寫的時候 還沒有後面 那我真假分享的就是我要先 對你要把 桌面抓起來然後抓這裡 不是啊你都另存 你另存這個就好了 這張圖你本來就自己有了 不是嗎 所以你是把這樣子一起點 對 但是就是一組 它只能一組 所以如果說適合的是屬於 那個學生 譬如說 單元式的學習 也謝謝老師的提問 就是說 我想到了之後 如果一張一次 那我就一次單元式的學習 譬如說一句英文 或者是一題數學 然後跳三層 看是要不要給答案還是給什麼 最後不要忘記還有一個超連結 就是點出去會去我的部落格 剛才是用我的部落格當例子 這樣可以嗎 都沒有它就長這樣 但是你的網站上 就是我的帳號 你所有做的東西都在這樣 就你的個人的後台 那可以再 如果說我下次還想再編修這一題為修 我想要再改 還可以再改 對就是Editor Editor進來就可以改掉 對對對 好 老師我們要休息多久 到兩點半好嗎 現在兩點十六分 那老師我們先介紹下一個 因為這樣你們邊玩 然後再邊 待會傳卡片比較好玩這樣 我要做介紹的第四個是Joanno 這一問 因為這名字都不太會念這樣 所以意思就是又要換APP了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APP我覺得 這個APP適合會寫程式的老師 尤其資訊組長們 我們很期待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因為這一家的APP比較特別一點 他們也有一些特別的工具可以用 我們先請大家 待會就先試試看 那你要先掃 你要開這個JoannoAPP 然後你要開 對 就是說先掃JoannoAPP之後 然後再來掃QR Code 就是訂閱頻道的意思 那我這裡有一個是從 TAID上面找到的介紹 然後這個檔案你們手上就是那個 馬戲團那個 那馬戲團的右邊就是他的QR Code 那檔案呢在 我也放在這邊可以給老師們 就是這裡有一組 我應該跟老師們說一下 我覺得擴增實境可能不會是主角 那我會有這個感覺的原因是呢 我是在TAID演講上 因為我想說TAID演講都是很厲害的 分享跟發表 那他們是介紹一個什麼呢 這些建築都在美國是很有歷史的 有到1905年 1932年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案例就是 鐵塔尼號 鐵塔尼號 那他們就是都有很有古老歷史的部分 然後他們從這個擴增實境的卡片 或者是圖本上做出這個建築物的立體模型 那立體模型你還可以放大旋轉 所以我現在就來跟老師做一下說明 那JoannoAPP就是這個 這個 他自己的廣告 網站上的宣傳就號稱 全世界最多人用的擴增實境瀏覽器 記得喔 瀏覽器喔 也就是說你要看擴增實境 他說他們家是最多人用的 不知道真的假的 但是差別在於就是說 你要用他的人要先 就是QR code一下 所以一樣要吃你的什麼 鏡頭 然後允許 那第一次呢 這個你們先不管他 第一次是他跳出來的相關的連結廣告 那我想先請老師們把JoannoAPP打開一下 然後我們先來玩 我們先來玩我的 然後再來 再來休息好了 這個 這個 所以我把它拿下來一下 那大家的第一次就是要按那個Scan 你要按一下Scan 然後他就會跳出擴增實境的 的鏡頭 然後讀到了以後呢 欸錯了 他的QR code不太精確 那我讀這個 我讀左邊這個 我讀我的 因為這邊QR code太多了 因為這邊QR code太多了 好 讀這個 有成功的人嗎 最左邊喔 那個 UBOC那一個 那我現在開始 壓轉旋轉 各位看到那個 那個 輸的螺盤的位置 在右上方 到了 有看到嗎 有沒有看到有三個路標掉下 就是 現在有三個路標掉下來 然後每個路標還可以點下去 然後點下去之後 有文字說明跟圖案 然後還可以再點下去 那再點下去 我的設計是那個Google地圖 那就是 我們在下課前 先跟老師們介紹兩種 就是 就是目前擴真實境最常用的兩種感應方式 一種就是 圖像辨識式 我們剛剛都是玩圖像辨識嘛 你要拍到什麼跳什麼 這是圖像辨識 那第二種就是LBS 就是地點感知的服務 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 那他就是 依據你現在的 擴真實境的設計 要嘛就是 偵測你現在的地圖 地理位置 然後跟你做的 擴真實境的內容物的結合 所以剛才各位可能 可能看得到我看看再來一次 那你要讓那個數位樓盤跳到正中間來 所以我們家那邊的西盛公園的U-bike站 就是可以借U-bike的地方 跟這裡的直線距離是248公里 這樣可以嗎 就是LBS嘛 地點感知的部分 好那 這是第一個 你要去掃他的 擴真實境的地點感知的部分 那如果說第二個 你是掃右邊 右邊這張公 右邊這個剛才說的 古老建築物的話 那我先掃完給大家看 掃完之後呢 他會出現一個叫做 擴真實境 Osbury Park 就是有一個公園的名稱 那公園的名稱好了以後 我們下課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來前面借卡片 那 我以剛才的這張卡片的例子 那你們手上因為只有一個旋轉馬車嘛 跟我一樣的 剛才嚇到的人可不可以再大聲一點 那大家覺得那個 小朋友們的反應其實更劇烈 有沒有 然後連屁股都看得到喔 然後 因為我有護背 所以如果有點反光 擴真的效果可能就不見了 然後再來就是 他其實會撞的 因為我的手一直在抖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 現在的那個什麼 這個公園 總共有九張 我記得有九張 那他就是每一個都可以直接 你剛才已經拍過一次頻道了 不是嗎 你的那個QR Code已經拍過一次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拍了 那待會大家 就是拿到一張之後 就往你的載具上面放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遠近 然後還可以ROOP 抄一下喔 就是你的手可以來ROOP 所以他的TAG的演講是在這裡才有他的價值這樣 好 老師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到40分好不好 因為好像剛剛已經延誤一點了 我們就2點40分再繼續 OK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卡片在前面 要再麻煩你們移動一下幾次 這是桌遊塔嗎 那卡片在前面 那卡片在前面 是有一個 你一定會想要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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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讓那個 可如我 跑到正中間 他 他 他是在這邊 他還沒在什麼 他還沒在 他還沒在五十家 在前面 所以 這是我 他做的 所以他就會說 最後 因為他也算是 他會當一個正經驗 對 所以要面下 他可以探索社群 他可以探索社群 應該在社群 對 對對 對對 我自己付費的 可是那家的檔案 在這裡 抓這個 有有有 我就一起留在你這裡 好 這是這個park 這個 這個 嗯嗯嗯 阿那個平大廚 你有那個嗎 那我擋一下 我這裡偷偷電一下 好 好 我愛你 你快點 好 他 可以 我愛你 他 有 對 他是 有 他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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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嘿嘿 重來 好再寄回去 你看 這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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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這個 這個 那會 對 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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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對 這 因為這是一個蛇 所以你給我這是什麼 喔可以 這個是什麼 審柱是不是 還可以繼續 你我怕照顧 現在是用來 所以你不要用 這個我會付 不會很低度 不过我现在 这是最后一样 这个可以 没有 没有 再进来就一天 没有 等一下 等一下 拿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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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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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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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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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要少過了 我可以 请回事啊 如果 我会让高阶 的学生 画 他哪一个 他可以 你是用电脑的还是早上 平板 早上老师介绍那两个 那两个都可以 对 接下來了 接下你要scan 等一下等一下 對一樣啊 你也是要scan 然後你要scan那個QR Code 這邊我剛掃過啦 他已經跳了 喔我知道了 因為他太 你的鏡頭啦 你的鏡頭 你要掃哪一個 這是U-bike 對 U-bike 的這個 然後你這台應該沒有 然後你這台應該沒有 羅盤 有耶 好好耶 這樣就好 對就這樣 你要把他轉到正中間 你要把他轉到正中間 對 那是羅盤手不接 羅盤手不接 然後他針對著你的圖案啊 他就是什麼 他就是羅盤手不接 他就是羅盤手不接 有啊 他有先直接還是先羅盤 所以羅盤到你先去看 他剛才不是有拉過你 他轉完了 轉完現在 所以這個就是羅盤在哪裡 這是羅盤的狀況 你現在要再掃新的嗎 現在要掃這個啊 那就再按一次 沒有沒有 對對對對 我們等一下會一起再 會一起再 老師要出現兩個之後 要怎麼接下來呢 就可以按下去啊 按下去 他為什麼出現那兩個 我做的 等一下我就會 等一下 上課之後 謝謝 他跑完就可以 他跑完就可以去掃所有的公園 iPad才有 沒有啊 Andro也可以啊 這個在哪裡買的 哪一個 浩寶是 這個 這個是過 浩寶 這個在哪邊 就平板夾 浩寶 對 這是兩家 同一個 Joanno 那這個是他 他可以幹嘛 他就這樣 可以 可以看這些東西 對 每次都可以看 可以看東西 因為他可以動啊 這個 這個不會動 那些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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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開嗎 所以你可以幫我開前面的燈嗎 謝謝 謝謝 老師 所以 那你說 那你說 羅盤的意思 這個 就是 就是那個嗎 台北市的 我就是想到 這個 所以你要知道方向 那你要知道 你就可以靜音在自己 那距離最靜音 我有在學校 不是 我有在學校做四個角落 它經緯度不一樣 那 我站在學校的正中間 可以轉四邊 這個嗎 就是轉這裡 這個 這個 距離不斷太軟了 可是 校園夠啦 對我們來講 你不可能教室裡面 就找一個 他在TED的演講 就是這一招 被大家阻擋 就很經常 你說TED有演講講 有TED有演講講 對我才認識他 那是這個 不是 這個 這個軟體 你就去找很多人家做的 這個是他在TED演講上 他在這個圖案 對 他就是那個握著檔 不是網頁上面這個圖案可以下整 有啊 我準備握著檔 今天會有 講義裡面都是 就是這個 3D動畫 而且這還能夠動 對啊 而且他畫這麼多東西 對 對 對 自己做其實就是 自己做你就是要出動 我們都沒辦法 自己就是做簡單 唯一能夠的就是 對 沒有啊 建築物 對 你是有調整去動它 沒有速度的壓度 對 對 對 因為你放大的時候 它就會覺得相伸 腳會不會比較大 怎麼把他抖啊 他不是 我不是 就是退後 他不能 他只能 他只能 他只能同一個方向 這個 這個一樣啊 你先讓他 對 然後你要先 欸有啊 那已經有了 他就拿起來 轉到中間 對 對 他要在正中間 對 他就這樣 對 這個 我不知道他的作用 他就是告訴你前方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 開始上課的時候就會講這個怎麼做 這個呢 這個就是這個卡片的公園 所以你要來時間 對對 你要再找他 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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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高一點 有了 有了 網路不見了 有了 等他跑完 對 就這樣一組 對我們做 我可以再試一下 可是剛才那個鏡頭 鏡頭 我可以再試一下 可是剛才那個鏡頭 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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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把那個圓孔的圓圈刮掉 他把鏡頭 鏡頭 就一張大海報 那鏡頭 可以嗎 可以啊 就是進那個圓球就可以 所以把那個圖案印在 印大張一點 好怕 可是我們沒有大圖 那你就要用P4 然後再貼一貼 不是我後來 對我A4挖4分之1 拼起來就是1個 就整個4張A4分之1 對 對 這個只能這樣試過 沾上可以有這個 我覺得這個U5這個還蠻好用的 這是我做的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待會老師們可以自己做 接下來 接下來按哪一個 就可以到10吋 這是昂格 對對 要做的時候三張CREATE 因為它的螢幕比較小 所以在這裡 如果要做的話 這一個 第四 有啊 所以這兩個都一樣 對 這個可以到10吋 可是你這個 這個是接在投影機上 投影機是這個 對 藝林老師這樣 對 這是他們的樹林 所以 可是現在如果 這條線就一千多了 可是如果現在在學校的投影機 都在台上 所以你要拉延長線 到PC端那裡 然後你 我是手機 所以我是零板 可是你的是iPad嗎 是啊 是那個三星的皮 那你就用我這招啊 等一下我會用這招 用這招 我去買線 不是啊 你的線為什麼三星的皮擦 三星皮擦不是USB的嗎 我帶老丹林 你有專門的USB線 你有專門的投影線 我是去器材他買的 那不然我剛剛跟他講說 那老師你現在講的是什麼 就是只要是Android的 都用這種投就好 就可以投影了 可是一定要接筆電嗎 那你不是接在教室的電腦嗎 沒有我是想特別直接投出 可不可以直接投到 不是啊 如果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這樣啊 這樣不算投到電腦 算啊 可是我現在還是在投操作電腦 那如果直接手機接呢 手機接那台就是 你應該要解決另外一條線的問題 你的手機 你的那台一定接班一遍 所以我這樣不就已經解決了 剛才的問題 所以這邊可以看手機下載的APP 對就是投影的意思 就是整個投影的意思 兩個方面的意思 對啊對啊 透過什麼投影 沒有它就是有個軟體叫應用法 等一下也會一起進行 因為除了接線要裝那個軟體 對對對 對對對 那個軟體還可以管你這台的APP 也很方便 不能用無線的 無線的就是剛才的那種team viewer 啊啊小米盒子是另外一種 也是可以 這條線你應該都有充電線就是 對啊你的充電線就是 手機交接線就是 對啊 我覺得等一下也會一起介紹這個部分 這個是什麼 我拿了這個線 所以應該很貴 所以一千多塊 這一個弄是什麼 我還沒弄懂 因為它新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弄筆是弄這一個嗎 這個是聲音 聲音 這個是聲音 你現在已經不用你已經做完了 沒有 沒有你已經寫完基本的 對 所以你只要來下一個 下一個 現在就三張圖了 對 好謝謝 四張圖 四張好謝謝 所以我想問說我如果手邊沒有這張紙的時候 我也想要上這個U-Bike 那個那裡面就可以直接進去嗎 你之前已經點過了的話就可以了 那我就去那邊就可以選擇 那上面只有五站 那這個我做的 我還以為到處都可以 我想到什麼任何一個城市站就很好用 沒有沒有 那待會用它這間的U-Bike APP 等一下會介紹它 我順便介紹它 所以這樣就已經進去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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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它出來 要看哪一個東西才算得過 對 就是我後來都是重新整理的 那它就過了 那第二張要按哪 第二張也是UPLOAD 你要選擇 對對對 你還沒存檔 你要先選擇 好謝謝 沒有啊 沒有啊 那應該是 但是它做好固定 就是我們看大小的時候 它轉 它相對速度也覺得好 它這固定沒辦法調好 它不行它不行 他們家的就是 人家做好的就是 可是我覺得現在是很小 可是我是說 如果 這個好跟看起來 這些都是最近的自己化 那你以下 所以它就是 它隱藏在桌盤 沒有可能手機跟那個大小 這樣感覺會有差 對對對 所以它就是 它隱藏在桌盤 它隱藏在桌盤 沒有可能手機跟那個大小這樣感覺會有差 沒有 就這麼多 这就是死去 这就是我扫的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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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都怎么办 这就是我扫的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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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面 对啊 如果两面的话 就是变成年轻少过 都扫起了一段时间 所以你现在找人 你找另外一台 他这个就没人 不一样 他就上一部就对了 他就在他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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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档案 他那个档案 因为我觉得那是 人太小了 因为他就在他这个 人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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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钱 对啊 我觉得啊 听说更便宜 我刚刚说更便宜 这有一个人 这有一个人 你如果是绝绝法 這就是之前先 可以嗎 這只要照著就好 那他有什麼主要 撞牆 你也有什麼主要 撞牆 哈哈哈哈 可以介開一下 好啊 堂可 那天 手要開一下 這個 這個 貼圖貼出來 這是貼圖 不是 不是 貼圖做出來的 這樣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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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好像吃很多 我們各式都吃 所以是大小 整大小 然後現在有三二嗎 三二 那個就多 多什麼 對 然後在這裡 所以 你把他真的硬成這樣 所以 你把他真的硬成這樣 他真的只有少那個 歪法 對 因為我們鏡頭跟鏡頭變得很 因為 他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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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先 這一起就要出現 出現 出現 他可是讓他角度 他這樣 容易 都看得到 對啊 只要到 這幾小時 有一個角度 角度 有 有 這樣 有 所以 對 那 那 你 本來 單槍是不是 不是 本來單槍是不是接在電腦裡 對啊 那你現在找一個盒子像這樣子 那 單槍接在他的屁股 然後他接兩條線 一條給他 一條給你 那你在這裡可以切換 就是VGA切換 你可能展現 VGA切換 所以一條 對 就是一對二的意思 所以你就不用再只一條接口 你就用原來的式 這個我們學校有 我們學校電腦就是用這樣 因為學校可以 學校電腦可以 接自己的筆電 跟電 學校是接學校電腦 那學校電腦 加這個 留下這個 對啊 那盒子有沒有兩個洞 如果有兩個洞 就可以 那不就要把學校PC畫面 或者你 臨時要用拔掉接上去 啊用完再接 可是他 他藏在我們的 對 所以你才說學校的 學校的教材用切換比較方便 你有時候學校有DT 可是他藏得很 對的下面 那請學長 那這個可以再接一條來這裡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可以有三個 欸 不知道 這怎麼那麼大 欸 欸 那老師在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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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就是 好像很靈敏 對啊 對啊 就是因為這個東西在那個 對對對 所以要 因為你比如說這樣額外的處理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說你如果要有三個測試方式 就比較麻煩 有個軟體這樣 對 然後再多買 不會啊還是會用得到 你去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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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這個 一樣的意思 就是這個 對對對 那會滿一團線 有沒有這種 接到那個圓圓圓 那他也必須兩道可以演 對啊 所以你要 換教學是插法 對 欸 外面還有人嗎 大家都擴真消失 外面還有老師嗎 好 所以我們剛剛下課一陣很棒 那老師我們再一個一個來 來討論一下 就是說 來主任 謝謝 我們可能每一個例子 大概老師 我覺得 如果放在最後面兩種 是 我覺得 對教學的發展性應該是最大的 前面畫畫的很單純 那Convert就是中間 就看老師你的取捨 那Joanno這個APP 我們要稍微來補充一下 一個就是說 他只是一個瀏覽器 所以他靠看每一個不同的應用 他就是要去掃一個QR Code 所以各位的學習單 唯一被用到兩次的 就是下半部 最底下這張 這張是 旋轉部馬棒中間 然後左右各有一個QR Code 對不對 但他們都是用JoannoAPP 可以嗎 用JoannoAPP 然後你們左邊那個U-Bike的那個 我要先讓大家自首 那是我做的 我只做五個站 就是我們家新莊旁邊的五個站 就新莊棒球場附近的五個U-Bike站 當時我正好遇到這個擴增實境 然後他又說可以做地點感知嘛 我就用他來當例子 所以剛才有老師說 這個好方便 他以後可以去 但是沒有 只有五個站 每個站都距離你兩百多公里這樣 但是想這麼做的老師 等一下我們就是會開始來做介紹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右邊就是 各位現在看到攤在桌上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昨天桌遊的回憶的感覺 我會覺得我其實擴增實境就是 接著下一步校園的探索 校園探索 然後學習步道的擴增實境化 那包括這種就是桌遊 或者是你們有圖卡式的資料 甚至有人是把圖卡就貼在小朋友的身上 你們不要做成掛犯人罪牌那種 可是你如果是孩子的背上 或者孩子的避章有沒有 甚至之前我跟逸琳主任在玩的那個徽章 其實小徽章夠了嘛 他就可以做擴增實境的辨識 這是Giano跟丹尾的Arasma 都可以做得到 那他們都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每一種應用只要是同一個頻道 像各位剛才有見識到 九張圖卡 是不是你只掃過一次QR Code 那每一張卡片就都有一個 就是3D模型嘛 那不過呢 我們要在開始讓大家 進入到繼續實作的狀況前呢 我們要提醒大家是說 這幾張彩色的九張圖卡 他們的動畫模型 都是超級精緻的 加上剛才你們看到 是一個歷史性的建築紀錄嘛 所以他是在TED上演講的喔 所以你不要說這個3D動畫 我們可以找人來幫忙做嗎 如果不能做你就很慶了 其實不要這麼想 這九張卡片好可愛 這樣就好了 你就不要想自己做 除非你們需要是那種心蓋校舍 我覺得心蓋校舍的建築師 一定可以幫你做 你就想你們心蓋校舍是花了幾百幾千萬不是嗎 所以我覺得 目前擴真實境對我個人的考慮來說 我現在是大班六年級嘛 小朋友們也是 偶爾好像有瞄到 但是我們還不敢確定 聽說就是那個Sketch-up的建築物的模型 可以拿來當擴真實境利用 Sketch-up的那個立體模型檔可以用 但是要讓它動 可能就還是要靠什麼Unity 或者是3D Studio Maya那樣子的軟體 但是那個我就都還沒有涉獵過這樣 那我們也歡迎有興趣的老師可以幫忙構建 那他們的好處就是也是少一個QR Code 就認識一個頻道 那接下來我們要給老師們看一下 U-Bike的那個APP到底是怎麼來的 因為他的步驟比較繁瑣一點 所以可能老師你也沒辦法實做 我只給你們看一個檔案 就是這個 他就這樣而已 有點怎麼樣 有點那個 舉例來說 我這一個XML檔 他有五個地點 其實五個地點我就是 一整段當作一個block 然後複製五次 所以我給老師看五個 在這裡 到這邊 就是它是HTML的 XML的語法 他就follow他的說明 然後在製作上呢 第一個就是你要告訴人家 你的那個地點叫什麼名字 這是地點的名字 然後地點的網站要連去哪裡 然後你有看到一個U-Bike的小圖 不是嗎 那那個圖的網址也要在上面 好 那最重點的就是中間 location 精度、緯度跟高度 你要把這個數據拿來放進去用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這個是 就是Joanno這一家我剛剛有特別提到說 適合會寫程式的老師們來玩 那因為呢 你這個XML檔做好了以後 你要放去那個PHP的Server裡面 所以譬如說我的大學徒是用PHP的主機 或者是你是用Zenlight就可以了 就是Zenlight、Apache、MySQL的那種 就可以了 然後精緩度的數據呢 我們現在就要來跟老師做一下說明 好 那這裡有一個文字的描述 還有不要忘記最後 就是說 你調出一個調台來 上面有簡單文字說明之後 最後的超連結你要去哪裡 那你也是要在這邊把它寫上去 這樣可以嗎 所以就是 改這個XML檔就好了 你可以改它就可以用 好 那精緩度的部分我們怎麼取得呢 我就用Google地圖 來跟老師們做一下介紹 然後 我們就要去樹林國小 說笑 輕盈擔憐 啊,我們在いく 都 proved 我們差不多 很好 總是 IGUkil 您 您 好,那你們就要長得很像平衡師 我現在看地圖跟那個學校都會 好,那我要特別給老師看到更大一點 更大一點的原因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在這裡點一下 看到一個數字就這裡 這是樹林國小的最頂端的那個經緯度 那在Google的資料裡面 它是可以做到小數點到第六位 有沒有,就是經緯度的小數點可以到第六位 所以我有試過一次,那時候我是拿那個iPad Touch 就是已經有數位螺盤了 然後就是學校的四個角度 四個經緯度定出來 然後我可不可以站在學校的中間 這時候就應該是轉360度 才會看到四個點掉下 這樣可以嗎 剛才各位因為是看台北的同一個方向嘛 所以五個路標或者三個路標是同時掉在一個位置 那你也只能把那個數位螺盤轉到那個白點在正中間的時候 它才會掉下來 所以我有試過就是在學校的四個角落 是可以試試看的 但是也有試過一種就是說 現場很多老師都是iPad mini 然後一開始看的時候都ok 那過了一段時間之後